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到期 但球员已经明确不再跟俱乐部续约了在他的位置上 多特已经有18岁的桑桥来顶替 踢球者曾经对普利西奇估价4000至5000万之间 而切尔西最终以6400万 敲定了这一笔交易转会市场上的数据显示 普利西奇是切尔西史上第三位的演员 仅次于凯帕和穆拉塔 接近是阿扎尔的二位 他也是多特史上卖出最高价的和统年球员 打破了三年前姆西塔良创造的4200万记录 2016年1月30日 普利西奇在外人瞩目的威斯特法轮 与英格尔施塔特的比赛 进行至第68分钟 上场 完成德甲首秀开始了自己的大黄蜂争成 当时 他年仅17岁0133天 2016年2月18日一场都连杯32强赛 在这场与波尔图的比赛当中 普利西奇在最后三分钟替补上阵 一举成为历史上在古战赛场上阵最年轻的美国球员 2016年4月17日 在15-16赛季与汉宝的比赛当中 普利西奇在上半场第38分钟 维波特首开记录 这是他德甲生涯首球 这使得他成为了德甲史上最年轻的非本土进球者在6000后 他又收获第二立德甲进球 2016年5月28日 在3日与威蒂玛拉的比赛中 普利西奇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线队上阵球员 在5月 布利维亚的热身赛场 普利西奇成为美国国家队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